好 继续 来看投影上看起来那么复杂的一个电路 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首先有一些障眼法是拿来糊你的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拿来糊你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地方 这三个电源它是一个独立电压源 它没有内阻 它没有内阻的情况下 这条线相当于三个电压源就接着这儿了 相当于三个电压源接着这儿 所以也就相当于三个电压源的大N和你这一点大N一匹是等电位的 这个逻辑关系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所以就是你这个z有跟没有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擦掉 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把它短路上 我们不愿意可以把它开路 这个都无所谓 这个没有区别 那么这块呢 这块我们省略了 这是zr 这是zr 这是一样的 这块按照我们传统的一贯的那个思路 就是你当然可以算出这个电流 算出这个电流 算出这个电流 在kcr 但是后来等会你就会发现 就是你这么单算一个和这么单算一个两个再加在一块 不如我们全把它换成星阶来算方便 你看全把它换成星阶来算的都是三分之一z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三分之一z画上 是z2 是z2 都是三分之一z2 这是z1 你现在就发现了 这点跟这点刚才已经说连上了 这点 你要写节点法的话 这点的电位和这点电位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这条线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连上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当然a项 就是a项这是a项 它当然可以单独算了 因为它加在这上面回来了 它加在这上面回来了 它b项和c项的电压对于这个没影响 b项 c项都可以单独算 我们刚才的思路又回来了 b项 c项可以单独算 而且ib和ic又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没必要算b和c 我们只要算a项 我们只要画a项的一个等效的一个小电路就行了 这个a项的一个小电路是什么呢 就跟它 跟它是个什么关系 是个什么关系 是个并连关系 对吧 是个并连关系 你只要画出这个 这个就是你那个a项的一个电路 你求了它 求出这个电流来 管它叫i吧 求出这个来 你其他的就都求出来 这是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画成星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你就可以利用黑板上这种关系 导出它的串柄连关系 a项它可能是有串柄连关系 这是很实际的情况 对于一个系统角度来讲 我是提供电压的 我们不考虑那组的情况下 我是提供电压的 那么我这是一组三项负载 这是第二组三项负载 它各式星阶脚阶无所谓 还有第三组第四组负载 它们之间应该说跟电源来说 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个并连的关系 都是在它a项上不断并过来 这是很实际的情况 好 我们看 结 就是摄30度0度 然后呢 就是这么抽单项 抽出单项来得到 这么样一个a项的电路图 a项的电路图 那么我们敢于说 你算出来的ia1'和ia2' 既是向电流又是限电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全把它换成星阶了 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大家太熟悉了 你说它是220度 这个值这个值全有 接下来我们就很容易了 我们就简单过去了 z1能够知道 z2也能够知道 ia1'能知道 ia2'能知道 ia2'能知道 这个全能知道 然后呢 对称性ib和ic就全能知道 这一片是很容易就过去 你只要能够把那个电路画出来 这一片是很常规的事情 好 我们总结一下一般方法 第一 全换成星阶 这是有道理的 从这个题就看得出来了 全换成星阶是有道理的 第二 那么连接这个终点 这点你可以省略 你要熟悉了就可以省略 就是说把这个把这条线 就是把这个点 把这个点和这个点和这个点 用一条线连起来 你当然不熟悉的时候你就连吧 熟悉了以后你可以省略 然后呢 画出a向的一个电路 那么求a向的电压电流 我们说了 a向的电流 就是流过a的那个端线的线电流 那么根据向线关系和对称性 求出其他的电流 接下来我们简单说说这个不对称 那么不对称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中线的 有中线 没有 没有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不考虑这个线路的阻抗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电路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路 对吧 他们为什么就说 这个跟我们刚才那个抽单向 实际上稍微往回退了一步 但是退的并不大 就是说现在还依然实现这个三项可以截偶计算 就是你看 iA是什么呢 iA是UAN比ZA 这个时候ZAZBZC不一样了 iA是UAN比上ZA iB是UBN比上ZB iC是UCN比上ZC 没关系 你可以分别的算出IAIBC来 就可以 由于这有一条短路线 同时也由于你不考虑线路阻抗 这就是不困难的事情 所以这是没问题能做 但是不能抽单向了 不能你只能各算各的 没有对称性 电流是不对称的 那么由于电流不对称 所以导致你这个中线上正常情况下应该也是有电流的 第二种情况 就没有那个可靠的了 对于这个ZAZB不一样的情况下 他也不能主动的把它连上 因为这二点点位应该是正常不一样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是小case 这个常规来讲就是用个节点法就完了 节点法 哇哇列出一个方程了 对吧 就是求出 你看你以它为参考节点 我图上没画 实际上是以它为参考节点 只要求出N一匹点的电位来 你这个电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 对吧 就什么都知道了 好了 这个N一匹这不就是节点法方程吗 这个是常规情况下分子是不会等于零的 所以一般呢 N一匹是有一个电位的 那么负载各项的电压是什么 就是我看啊 它上有多少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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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N一匹肯定等于AB加上N一匹 KBL肯定是这样 AN一匹等于AB加上N一匹 所以就等于AB-N一匹N 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AN一匹等于AN-N一匹N 那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AN BN CN这都是给你的了 那么N一匹N是你算出来的 那么通过这个式子呢 你就可以知道啊 负载各项上的电压 同样你就可以知道负载各项上的电流了 这个就全知道了 向电压是不对称 那么所以呢 向电流也不对称 这是常规的事情 我们来从卫星图上来更仔细的来观察一下啊 这就是卫星图 我们刚才说了 所以ABC角度来讲呢 它跟N还是对称的关系 因为你电源是对称的 但是现在呢 由于你这个N一匹N之间不是一个等电位了 N一匹N是一个向量了 是一个矢量 二维的一个矢量了 那么它在这个图上呢 是要有一个有一段线 这一段线我们假设是这一段啊 它实际可能不是 假设它是这一段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问你 AN一匹N在这个图上是什么呀 就是AN一匹N那段线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AN一匹N UAN一匹N等于UAN减去UN一匹N 对不对 就等于UAN减去UN一匹N 就是这段线 就是这段线 BN一匹N就是这段线 CIN一匹N就是这段线 这说明什么呢 AN一匹N BN一匹N CIN一匹N说明什么负载向上的那个电压 对不对 你通过这个图你就会发现了 由于你这个没有中线的话 由于你这个负载三向是不对称的话 就导致你负载上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对吧 是不一样 这个应该说不是我们所所希望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搞了一个这个 你看很显然啊 对于这个CN一匹N来讲 它就大了 BN一匹N来讲就小了 而我们一般设计 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用电器 一个一个用电设备 我们是按照标准设计的 我们按照这个 如果说居民的话 我们是按照这个线是380 像是220来设计 你要搞了搞了半天搞到这个这个是这个状态 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件事 就虽然你这个A向B向C向就是你们三阶 三个单元的三阶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中线是有电流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有这个中线的存在 我们大致上可以确表加的你们加这个电压还是220 那么如果说没有那根中线 这事就困难了 就做不到 对吧 好了 这个这个现象啊 就不重合 n一片n 不重合的情况 我们管它叫终点位移 这二者之间的电压呢 叫做终点位移电压 这都是一个定义了 好 我们举两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就是对于一个不对称三项电路的计算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你就节点法算去吧 帮帮帮一算 所有数都能算出来 我们举两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可以定性分析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这样 正常情况下 三项四限制 中线阻抗约为零 就是直接的这个电源接过来了 我们画它的卫形图 用图形的方式来表示电位 我们现在只关心大小 所以没画箭头 我们来看 就是在当前这个情况下 问你的问题 用户端的这个星阶中心 n一片在这个图上的什么地方 n重合 n一片和n是重合的 所以呢 你这个用户得到的an一片就是电源的an bn一片就是电源的bn 这个它的sain 没问题 我假设没中线了 中线断了 这实际上就跟刚才那个讨论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这里举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而已 中线断了 同时呢 我们家还没开灯 中线断了 同时我们家还没开灯 我们看别人两家怎么样 同样还是画卫星图 这时候n片在哪呢 这边是指不上 对吧 这边是开路 这边是指不上 没有电位传过来 那么这个是bc是有个电压的 你可以看成一个线电压 对不对 这两个负载我们认为是一样的 这两个负载大小是一样的情况下 所以它就应该在什么 它应该在 如果这两个负载不一样 它反正就在b和c之间飘呗 对吧 就在动 如果这俩负载一样 它就应该在b和c的中间 对吧 这跟我们上课之前画的一个向量图很像的一件事 对吧 隔在中间的话我们认为它是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了 卫行图就是用图形方式来表示电位 那么这个时候bn一片和cn一片就分别是380的一半 对吧 是380的一半 那你显然你设计的是220 所以你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灯光灰暗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讲是另一个更恐怖的事情就是什么 我们家灯不说没接近性 我们家拿个镊子把插座给短路了 你看我们家拿个镊子把插座给短路 两头正好接在插座里边 也是类似的 我们画卫行图画出来 这个时候n一片在哪呢 n一片就连到a了 那么这个bn一片和cn一片分别是多大呢 这是一个我们就在电力系统里说的一个挺糟糕的事情 叫Cascading Cascading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咱们讲电力系统导论的时候说到了这件事情 就是我这个地方的这个事故 原则上来讲就我这事故就完了 咱我把它我切除我自己处理什么什么就完了 但是我这事故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别人的事故 这事是我们最不愿意发生 你看这就是这种情况 就我呸一短路别人崩崩全爆掉 对吧 这个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 都是380 坏了 所以我们分析这两个不希望的 要不然就昏啊 要不然就爆掉 它的原因是什么 最本质的原因就是你这条线没连上 对不对 你有了这条线就无所谓 你们家爱不接就不接 爱爆掉就爆掉 就跟别人没关系 对吧 所以总的来说 对于民用电来讲 三向四限制 这些根线要连上 是要确保的 那么与之类似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在装保险丝 或者说你在装这个跳闸开关的时候 你这个跳闸开关不能装在中线上 你这个道理是明确的 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崩一下跳掉了 你把中线跳掉了 中线一跳掉 别人呼呼电压就掉下来了 那这肯定是这样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刚才说了 你这个一般来讲呢 作为规范的电工来讲 ABC三向近来是有明确的色的颜色 这个线的皮是有明确的颜色 你一看就能看明白 当然对于咱们这种就不是规范的这个电工来讲 你拿到三根线 人家告诉你这是三向 你当然很明确你想知道了 就我刚才说了AB 谁是A是无所谓的 你肯定很知道 我管这个叫A 那么谁叫B谁叫C呢 你想知道 你怎么知道呢 当然你就要拿个试波器 哇哇一桶也可以 对吧 你没有试波器的情况下 你怎么能够知道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序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 首先它是一个不对称的三向 因为这是一个电抗 这是两个电阻 肯定是一个不对称的三向 那么它的这个电抗值和组值是一样的 电抗值和组值是一样的 你来看 虽然电抗值和组值一样 它也是不对称 因为你这是J 这是个J的 这是实的 求吧 这是常规的求法 没什么可说的 零度-120-120 A领先B B领先C 好了 这不就是节点法吗 节点法把它全写出来 节点法全写出来 这是整个的这个自电自导纳 这个是A向的流进来电流 B向流进来电流 C向流进来电流 这就不说了 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分子分母都乘以一个R 因为我根据这个式子 我知道Rωc等于1 对不对 分子分母都乘以一个R 这个就是J 这个就是J乘以UAN 这就是加上UBN加上UCN 这就是什么呢 J1加上几 加上2 对吧 J1加上2 JUN 那么由于我们知道ABC 这三个是对称的 所以这个UBN加UCN是负的UAN 是负的UAN 所以这个就变成UAN乘以负1加键 对吧 这个没问题 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再除一除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 可以知道这个 这都算吧 这都能算出来 好了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什么 你说我想知道谁是B谁是C 我怎么能够知道谁是B谁是C呢 我现在来算UBN一匹和UCN一匹 你看 UBN一匹等于UBN减去UN一匹 这是我们刚才推的 没问题 你把数带进去 BN和N一匹人带进去 得到这个 CN一匹得到这个 我觉得推到这儿 你就能知道谁是B谁是C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灯泡 灯泡 对不对 灯泡的这个电压的大小 因为灯泡你看不出相位了 这个相位是没有意义的 灯泡的电压的大小就对应着亮度的区别 对不对 好了 您现在是什么 这个话怎么说呢 就是你从道理上来讲 我不是说ABC谁是A 是无所谓的吗 我现在是认为那个连的是A 电容连的是A 就是我管某一根线叫A了 我把这个电容多在这上面了 然后还有两根 一个灯泡多一个 一个灯泡多那个 我就知道亮的那个连的是什么 亮的那个连的是B 这个不就清楚了 因为我们不是说ABC是随便叫的 但是你定义了电容的那个是A 亮的那个是B 暗的那个是C 这个就很清晰了 这是一个很常规的 但是这种东西呢 用来反正是有一些是有一些小小的毛病 因为你想啊 就是你一般能够买到的这个灯泡都是220的 对不对 但是你老给它用 你老给它用这个1.5倍的 它就经常容易坏 这个是这个是实际的 我不知道你们以后在上那个电路实验还用不用这个装置 我们当时是用这个装置 这是实际的装置 就对于三项来讲 如果说你只有三个端的话 你来来测量谁谁领先谁 就用这个实际装置 它的毛病就是这个 它老会坏掉 那么我建议大家 这个谁大A的任意性 所以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结论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我建议大家 你把这个片子讲到这就完了 你回去以后 把这个片子 因为是所有数全都算出来了 把这个片子所对应的卫星图 你回去画一下 把这个片子对应的卫星图 你回去画一下 你就会体会 从卫星图 从那个图形上来体会 为什么B能够更亮 为什么C就能够相对不那么亮 你回去画一下它的卫星图 因为数值全有了 你就能够画卫星图 好 这个我们叫向序仪电路 那么接下来 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说是这个功率 因为这个跟我们讨论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新的电路 凡是这个电压电流说完了 我们都说功率 我们先说这个对称的 先说对称的 对称三项电路的平均功率 假设它是星阶 这个无所谓 它不是星阶 我给导成星阶 那么它是对称的 三个全是Z 模全是这个 向角是5P 这个P就是FACE的意思 向的意思 一向的功率是UPIPcos5P 这个P是向位 向的意思 不是线的意思 是向的意思 UPIPcos1P 那么三项肯定是加在一块 三倍的UPIPcos1P 因为它是对称的 所以三个全一样 这个完全一样 那么 但是我 这跟我们刚才那个思路不完全一样 我们刚才思路是什么呢 我们更感兴趣计算这个线上的 就我们更感兴趣计算这个线上的这个电流 这个是我们更感兴趣计算的 那么好了 我们就更容易用ULIL来算 就LINE 就是线的 好了 我们看如果说是Y阶的话 是Y阶的话 UL是根号三倍的UP IL和IP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刚才推的一个知识 把这个带进去 三项的 这个三倍 这个UP换成根号三分之一 UL IP换成IL 5P没得换 5P是没得换的 就还是那个5P 就得到根号三倍的ULILcos5P 皎节也是类似的 我们就不说了 就是类似的 得到相同的结论 所以就是说 G3对称三项电路的功率 你有两种计法 第一种计法 我就求出相值来了 那没问题 三倍的UPIPcos5P 第二种计法 就我求出了限值 我求出了限值 那么我去根号三倍的ULILcos5P 不是cos5L 这个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本质上来讲 你本质上来讲 你这个5P是什么呢 本质上来讲是你这个 是你这个对称三项负载 你接成星阶 倒成星阶以后那个组抗角 这个是本质 对吧 所以就是你甭管是算线的还是算像的 都是要带着这个5P走 强调啊 这个5P是这个相位插角 所以是它的这个组抗角 那么无功功率呢也是类似的 我们推导就不说了 是两种计法 三倍的UPIPsin5P 或者根号三倍的ULILsin5P 那么实在功率呢 推导一下啊 是三倍的UPIP 或者根号三倍的ULIL 这个就简单过去 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就行了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这个测量这件事 说测量这件事之前呢 我们需要复习一下这个功率表啊 总的来说 功率表你要记住 是个傻东西啊 为什么说它是个傻东西呢 就是它测的是什么 那可不好说 它测的是什么 取决于你是怎么接的 功率表有四个界限端 电流的从星流进去 电压从角指向飞角 在这个参考方向下 我们测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读数 这个W的读数是什么呢 是 是U 如果全是正弦的 这是实域的表 是U乘以I乘以cos u 这是本质 这是本质 这是功率表读数的本质 但是就是你这个U接在哪两端 你这个I接在哪两端 那是你的事 所以就是由于这个傻东西 它未必测的是实际的平均功率 才导致我们有很多很有趣的用法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西提克的第五题 你要感兴趣稍微倒一倒 你会发现它测的完全不是什么平均功率 它是另一个东西 所以你不要形成一个概念 功率表测的一定是什么平均功率 那可不一定 取决于你怎么接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来看屏幕 怎么测呢 怎么利用这个傻东西来测你三项电路的功率呢 第一种就是常规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没说对称啊 记住啊 我现在没说对称的事 刚才我们说算术的时候 导公式的时候 公式对称的好导嘛 我们现在说实测 实测呢不一定是对称 我们看 如果说是三项四限制的话 那么好了 我们呢可以这么来接 这么来接是合理的 就为什么说这么来接是合理的 就是你甭你里边导吧 你总能给它导成一个星接嘛 对吧 你总能导成一个星接 这星接的三个阻抗是不一样 这个没关系 但是呢 你A和N之间 你一定是在测那个A项的那个功率 B和N之间一定测B项的功率 C和N之间一定在测C项的功率 这个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这么做 我说它这个傻东西嘛 它一定是啊 你看那个电压是A和N之间 电流是流过A 所以你再测这个A项的那个功率 把这三项加在一块 这三个数值可能不一样呗 加在一块就是它总功率 没问题 它适用于三项四限制 好了 那么如果说对称的话 你测一个就行了 乘以3 觉得没问题 但是另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它没有 而且它还可能是一个非对称的 它不对称里边 你不能单独 因为对称情况 你就拉一颗线出来了 拉不拉都无所谓 你拉一颗线 如果说是一个不对称的 是一个三限制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利用它这个特点 就是它测的数值是什么 取决于你是怎么接的 我们有这么一个接法 就是说这两个数值加在一块 是它的这个功率 是它实际吸收的这么一个平均功率 或者有功功率 关于这件事情啊 我们有两种解释方法 第一种解释方法就是我们下来要推导的 通过公式推导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我给大家布置的思考题 你要下面去想 就是说这件事情 是可以用我们二端口的想法来想的 就什么 你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三项负载吗 我把它看成是一个二端口 我把它看成 我们课上说过了 任何一个三端的子电路或者元件 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二端口 对不对 我们也说过 你那个二端口里面嘛 你就是做它等效电路嘛 比如说什么一个Z的模型 或者说Y模型的等效电路 你都能做出来 做出它等效电路以后 你回去翻我们那个片子 它吸收的功率是什么 是这边的U乘云I 加上这边的U乘云I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你现在三端的子电路怎么做成一个二端口呢 你一定要拿一端来当公共端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在浅台词说什么呢 我是拿这条C线来当公共端 对吧 拿C线当公共端 AC是一个端口 BC是另一个端口 你回去导吧 能够导出同样的结果来 建议你回去做一做这件事 好 我们说我们这个推导 这个结论是这样 为什么结论是正确的呢 是这样 我们来看 我们假设里面是这样 这三个是不一样的 三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时间的角度来讲 这肯定是成立的 UP3是乘这个加这个乘这个 这个是没问题 这是成立的 那么这是实域表达式 我们用IC等于负的IA加IB带进去 那么把IA的和IB的整理一下 就得UAN-UCN乘IA 加上UBN-UCN乘IB 这个带过来 AN-CN就是AC BN-CN就是BC 这个都没问题 那么得到这个式子了以后 我写的是实域表达式 我写的是实域表达式 那么你这个东西测量的是这个东西 那它就意味着你这个读数 你这个W1 你看你W1接在什么上了 你W1接在A和C之间 A是正 你看到吧 A是正 你这个电流流过的是IA 就是说是这个意思 你看ACA是正 IA 你W2接的是什么呢 是B和C之间 是B和C之间 留过的是IB 那么你这个W1的读数 就应该是什么 这块的 UAC的膜乘以IA的膜 再乘以什么 谁和谁的相较 UAC领先IA的相较 对吧 UAC领先IA的相较 W2的读数就应该是BC的膜乘以IB的膜 再乘以一个cos5 这个5是UBC领先IB的相较 对吧 这个读数 这二者读数加起来 为什么是P3呢 这个道理是成立的 就是这个实域表达式 这个实域表达式 我们如果说对它做积分的话 这个是成立的 为什么对它做积分是成立呢 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我们做这个单向功率的时候是什么呢 单向功率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说U等于更号2U乘以sinωt的话 I等于更号2I乘以sinωt减φ 我们假设这个φ可更可负 这个无所谓 我就假设它落后φ 那么这个P呢 是等于U乘以I等于2倍的Uisinωt乘以sinωt减φ 把这两个倒一下 等于什么呢 等于应该是Ui2等之Xcos-φ 减去2等之和cos2倍ωt减φ 不是这么一个式子吗 就是说你刚才那个功率表 你测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实域表达式 你测出来了它的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就是它的模 它的模乘以二等之间的小小差 那么我们这个也是类似的 实域表达式是正确的 我这个W1测出它的平均值 就是它的模乘以二等之间的小小差 这二等之和就是它们的总功率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说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强调一点 φ1φ2是Uac和Ia的相较差 φ分和Ubc和Ib的相较差 我们有几个注意 第一个注意 只有满足Ia加Ibic等于0这个条件 才能够办法 因为我们推导过程中用了这个 不能用于不对称的三向四限制 这肯定的 因为不对称三向四限制 你这个In是有电流的 In这个电流是表现不出来的 你没法弄 你只能用这个三表法 但是我们说 如果说对称的三向四限制能用量表法吗 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有没有一样 对吧 对称三向四限制 你有没有那根线就无所谓 你可以认为它没有 所以就变成了三向三限制 好了 第二件事情 就是二的之和是总功率 单块读数没异 我强调 我说这个功率表是个傻东西 它这个读数有什么功率的异议 是取决于你怎么接的 你可能接的使得它有异议 比如说你单向接的时候 那么接好了以后 它是它吸收的平均功率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W1W2什么都不是 二的之和是个什么 第三件事情 就是说有可能读数是负的 就是如果二你承认的话 三就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有时候原来做实验的时候 因为这取决于二的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 它是正是负 不就取决于AC UAC和IA的相位差吗 就取决于UBC和IB的相位差吗 这二的相位差 搞来搞去是有可能大于90度的 一大于90度不就变负了吗 但是这个变负并不意味着 并不意味着从这个端口看进去 它往外流功率 没有这个概念 完全不是这件事 就是我们说这个W1读数什么都不是 二度加在一块才是什么 那么有三种方式 这是一个我们管制叫共C 那么类似的有共A 有共B 这是常规的事情 类似于我们刚才让大家用二当口来考虑 就是说把这个C 把这个A 把这个B 来分别当做参考节点 公共端来看待 好 来看这个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 我说了 电源是对称的 没问题 这一块呢 刚才我们也熟悉了 就是这根线和电源的这个N连在一块 也都没问题 这就是我们 见过好几面这个Motor 电动机又出现了 电动机出现了 但是现在变化了 变成一个三项电动机了 那么在电动机的时候 我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那个很重要的事是说 我们告诉你了这个电动机的功率 告诉你这个cos5 那以后呢 你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算出它的等效组抗值的 我们说过这个话 对不对 我们说你建议你什么呢 是通过I 就不说三项 单项的时候 I等于P除以什么 U乘以cos5算出这个电流的膜 对不对 然后呢再通过这个cos5呢 算出它这个落后的这个向角 对吧 所以你这个I就知道了 当然你愿意算出它的组抗值 组抗值也就知道 你算出电流值实际上 其他也就知道了 我们在这里沿用那个思路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星阶的 我们不算这个ZM 我们只不过假设它是星阶的而已 那么说了 这个肯定是个对称的 就这个点和这个点和你那个那个 那个电源那个N点是实际上可以连起来的 是可以抽单向的 一向电路是这样的 An 这三个点连起来了 Z1和ZM 我们强调一点 不算ZM 不算ZM 你们看 对于它来讲 Z1是告诉你了 Uan 就是UL是380 Uan肯定是220 但是那个出向角是多少呢 你看着办 你随便设吧 你设0度 设-30度都可以 你设好了以后 肯定IA1就知道了 我假设An是0度 那么所以这个AB是30度 这个就潜台词了 那么这个IA1就算出来了 它B上它 算出这个 没问题 接下来我要算IA2 IA2我说了 就是说我没必要把ZM算出来 我只需要什么呢 这是一个电动机 我知道 对于三项电动机来讲 根号三倍的ULILcos5是1700吧 我知道这个是我结论 当然你可以用像的 没问题 三倍的UPIPcos5 1700也是一样 这个都没问题 基于这个结论 我可以直接算出IA2的模来 是PM比上根号三倍Lcos5 这个PHY强调一定是那个像的那个 就是你等效成那个星接的像的组抗角 潜台词告诉你的电动机的这个cos5之后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地方可以用根号三倍的UL 就可以用根号三乘380也可以用三乘220 结论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可以算出这个这个电流了 你用根号三倍的这个乘380呢 就意味着你在算这个的限电流 你如果说用三倍乘220呢 就意味着你在算这个的像电流 但是我们说了 如果你把它都倒成星接呢 限电流就是像电流 二的数值是一样的 好了 这个这个算出来了 算出来这个模了 那么这个角呢 0.8对应是36.9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是零度的话 那么它那个呢 应该是一个-36.9 -36.9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IA2是3.23-36.9 这个是你就能知道 这点跟我们讲正弦文态分析那个单向电动机 结论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 就是根号三倍了 我强调一点 在这里再强调一点 如果你没听明白的话 你下面要复习我这句话 就什么呢 我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用的是根号3乘380 就意味着我在算出这个3.23是那个限电流 那么如果说我用3乘以220 就意味着我算出是A向的向电流 但是由于你是星接 所以限电流和限电流都一样 这句话 当然它对算数没区别了 但是你要想明白你在算什么 好了 IA2知道了 IA1知道了 咱就加吧 2的加的一块 总电流 2的加的一块 是这么样一个数 那么然后不就算那个吸收的总功率吗 整个功率我用L来算 根号三倍的 ULcos5P 那么这个时候5P是什么 就是A向的 A向的5P 它是零度 它是-46.2 所以这个相位差是46.2 46.2 带进来 是怎么样 就是用这个 是得到这么一个数值 当然了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就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说平均功率的本质就是有功功率 就是消耗在电阻上的功率 这个地方已经告诉你了 是1700 你只要算出它里面的电阻所消耗的有功功率 把二者加在一块就完了 那么电阻消耗的就是什么呢 三倍的 因为它是三向的 三倍的这个相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阻抗是30 这二者 这个东西再加上1700 再加上你刚才知道1700是3.44 这二者是一样的 这二者 这个和这个是一样 两种做法都可以 我们看这个量表法的截图 这个地方是有点容易出错的 我们说就是你现在需要干嘛 你现在需要 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这个算一个电压一个电压乘一个cos5 电压我都知道了 电压就是380 电流就刚才算那个数 我忘了是某一个数 这个脚是容易出错的 你现在需要算谁和谁的向脚差呢 是UAC和IA的向脚差 这点很重要 好我们看啊 这个膜算出来是3.23了 好了 这个膜 这个IB膜3.23都一样 脚很重要 好了我们看啊 UAB 因为我设的AN是0度了 所以AB是30度 那么AB是30度 我就能够知道AC是多少度 这个相互之间导一导关系就行了 我们知道CA是领先AB120 对吧 所以呢CA是150度 所以CA是150度 那AC和CA之间是一个负的关系 就是相互各自领先180 所以呢把这个150呢 再加减个180 就等于负30 这一段刀是容易出错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 AC是负30度 那么IA是负36.9度 所以就这二者之间的向脚差应该是多少 6.9 对吧 这二者之间的向脚差应该是6.9 那么BC 由于AB是30 AB领先BC120 所以BC是负90 那么BC我知道了 IB知道了 这两者之间的向脚差应该是多少 66.9 对吧 66.9 好了 W1的读数是 这是380 没问题 这是3.23 没问题 关键是这个 380 3.23 这是6.9 是这个 那么这个呢 这是380 一样 这是3.23 一样 关键是这个 这个是66.9 这二者加的一块要是这个1700 这个题应该说从难度上来讲 没有 但是是一个很典型的题 涉及了什么呢 涉及了我们三项电动机 怎么怎么来考虑 涉及了我们这个量表法册的时候 一些容易出错的地方 脚我都给大家画清楚了 希望大家下面好好来复习这道题啊 然后再来做我们喜提克克作业的这个片子 那么最后我们再说这件事情 就是说有一部分是需要大家自学的 那大家这这部分是比较简单的 自学起来没有任何困难 但是我提醒大家啊 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就是说对于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全部都是正弦激励下 某一个频率的正弦激励下 咱就算主抗 然后这个电压电流就全算出来了 功率也就都知道了 那么对于一个比如说方波 方波激励下的周期性方波啊 周期性方波激励作用下的这个 你这个系统的稳态响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有复列极数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复列极数把它斩成无穷多个这个这个正弦 那每一个正弦我都会算 那么所以我就能算 我问大家几个问题 你在看书的过程中 福西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想这几个问题 第一 你用复列极数把它斩成无穷多个正弦 分别求这些正弦的响应 没问题 你当然能做 但是你为什么敢于在最后的结果 把这些响应之和加在一块 你就认为是总响的呢 第一个问题 下面自己想 第二个问题 你因为你食欲的全都算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我感兴趣某一个支路的电流 结论告诉你了 是直流的和各个频率的电流的平方和开根号 为什么是这么个结果呢 有效值 有效值 那么如果说你感兴趣这个支路吸收的平均功率 为什么是各个频率下吸收的平均功率之和呢 而不是他们的平方和开根号呢 而不是说这个频率的电压和那个频率的电流 会有一个成绩呢 为什么呢 当然这些结论你都是需要记住的 但是这些结论为什么是这样 很重要 大家下面去好好自学吧 好 我们今天课就上这